你杰伦格林有上脚过这双鞋 包括螺丝在训练的时候也上脚过 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螺丝1.5D帮 直接打开鞋盒 这个配色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那么首先鞋头这块呢 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软的皮质 然后你用手这样轻轻压的话 你也能压出这种细纹 侧面的这个架构啊 其实在Nike的Ultra Fly和勒布朗13精英上 都有这种类似的设计语言 就是在最内层它用的是这种编织材料 然后在外层呢 它用上了这种TPU软壳的形式 去增强这双鞋的包裹性和支撑性 侧面这里呢会有一个螺丝的签名 然后后跟这里啊 有一个从中底一直延伸上来的 大面及TPU作为稳定 这个也是当年非常流行的 一个三道杠的放置方式 同时在上面还会有一个螺丝的签名 然后在鞋舌的顶部呢 也会有Derek Rose和DR的一个 这个简写 中底就是拳掌的Light Strike 配合元年这种类似于天族的设计理念 整体的外底就用上了这个带有No Marking技术的橡胶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鞋的上脚 首先这双鞋鞋面呢上脚之后啊 你可以感受到它黑色这两块啊 它明显会有一个很强的包裹感 然后鞋头部位的皮质呢很软 所以说当你在登地的时候啊 它丝毫不会去压迫你的脚背 目前我还没有穿到什么阿迪的球鞋 它中底抗扭是有问题的 它中底的这个Light Strike会更偏薄也 所以说会导致这双鞋场地感很好 但是它的前掌回馈啊 并不是特别好 就是它没有什么太多的弹性 而后跟缓震我觉得倒还说得过去啊 我觉得对于一些轻体重的 需要一些场地感的后卫啊 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整体天足的这个模块设定啊 也比较符合人体工学 就整体这双鞋的中底啊 还是很稳的 这双鞋在MBA5 我有看杰伦格林有上脚过这双鞋 包括罗斯在训练的时候啊 也上脚过这个D邦的这个配色 这个配色我觉得真的还挺好看的 但是呢 这双鞋可能不太适合我本人对于缓震啊 或者是对于球鞋回弹的一个需求 后期啊 我可能只会穿它压压马路 那么现在这双鞋价格其实已经挺低的了 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啊 可以尽早入售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先聊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这双鞋的问题 或者其他球鞋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私信我 好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 感谢观看